質詢 詢討時間為15分鐘 我們請院長 請林院長 林委員好 院長你好 請坐 好 謝謝 只要你站了半天 我想今天 應該說這段時間 其實台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 其實有非常熱烈的討論 那我相信 許多的政黨 也都開始 提出他們各自的法案 那轉型正義 其實在台灣過去長期以來 在學界 在民間 也有很多的討論 跟倡導 希望能夠這一件事情可以在台灣可以進行 那所以我想 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的這個關鍵工程 我想以新政府來講應該不會有任何的疑慮啦 應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再贅述轉型正義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底我們提的轉型正義是什麼 在 ACTJ 國際轉型正義中心 他們做的研究 跟這個關注的內容 包括 加拿大 對於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也包括東歐國家 在獨裁時期 進行的轉型正義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請問院長 你認為 台灣面對這兩個轉型正義 哪一個比較重要 跟林院長報告我覺得這只要是涉及到轉型正義的 應該都是同樣的重要 是 我相信 不管是 這個蔡總統 還是林院長 甚至於是過去 幾屆的這個政府 從李登輝時代 到陳水扁時代 到馬英九時代 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敢說 這兩個轉型正義 哪一個比較重要 一定都說一樣重要 但是實際上 大家嘴巴都說一樣重要 但是它的結果是什麼 針對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 我要先講 我們在民間長期做人權工作 已經是非常的 這個沒有辦法接受我們轉型正義進行的這個進度 常常是七零八落 但是在獨裁時期轉型正義 它終究有一些進度 例如說 一九九零年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成立 一九九五年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一九九八年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成立 二零零六年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 這個大概是屬於轉型正義的 真相調查 以及賠償的部分 我想大家如果有關注轉型正義的話 會知道轉型正義大概就是四個重點 真相調查 然後再來對加害者的究責 再來對被害者的這個權力的回復跟賠償 再來第四個是除垢 我們大概做的都是第一個跟第三個 也就是真相的這個調查 這一個部分的回復 權力的回復賠償等等 獨裁時期的大概我們整理有這樣子 可是 現在到了這個新的這個政府的時候 我們也認為做的還不夠 因此民進黨執政黨現在的促轉條例 裡面也包括了要公佈更多的真相 進行更多的這個調查 也要開始處理不當的這個 這個不義的象徵 我想這個都是好事 但是是不是這樣就完整 我等一下後面會再來討論 也就是針對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 是不是這樣就完整了 我們過去很不滿 現在民進黨也願意提出它的版本來補充 但是我們認為其實還不夠 可是我們後面再來講 我們回來講兩大重點 獨裁時期的跟原住民族的 我們剛剛看到 過去即便是這麼不滿的狀況之下 獨裁時期也進行了這麼多 但是原住民族的部分 我相信主委在這邊也知道 每一屆的政府 沒有一個敢講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重要 但是實際上的結果 它就是被邊緣化了 到現在都還看得到這樣子的教材 阿榮的台灣夢 這樣子教我們的小朋友 到台灣來開墾 阿榮與同鄉來到台灣開墾 當地是原住民活動的地區 原住民認為阿榮等人侵入界線 於是雙方展開戰鬥 明明就是外來的侵略 侵在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寫成這樣 教我們的小朋友 再看下一頁 吳鳳到現在還在祭拜 而且是公家 我們的地方政府 都還舉行這個祭拜 我們還有吳鳳相關的這個典禮 相關的節慶 再看下一頁 包括鄭成功 他怎麼樣屠殺我們的原住民 但是我們一樣在辦鄭成功的祭典 我要再回來比較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喔 現在還有誰敢美化白色恐怖 哪個教材裡面還敢美化白色恐怖 可是我們的教材 在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裡面 現在還常常在美化 原住民族受到迫害的這個事情 我要比較的是 這兩個重要的轉型正義 在ICTJ裡面都被重視的 我們歷屆的政府 也沒有人敢說原住民族不重要 可是實際上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到現在連真相 連國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都還在 他們受到迫害 我們還在美化這個事實 白色恐怖 我覺得我們做的不夠 但是我們至少沒有人敢 買美化這個228跟白色恐怖了 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們講這個真相調查 跟這個賠償的部分 我們針對大家現在最有焦點的 關於不當黨產的部分 我們在2002年到2007年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了這個網站 把國民黨的這個侵占國產 侵占日產的這個 都做了這個條列 做完條列以後 我想院長應該也知道 那個時候馬上就可以透過訴訟 我們就去追了對不對 我們從當年2002年 貶政府時代 就只要列出來 我們如果有辦法追 有辦法回復那個權力 把這個拿回來 我們就開始做了 那在一樣關於財產的部分 原住民族2002年到2002年 有做調查傳統領域的土地 但是他有任何嚴格的這個法律拘束力嗎 我想主委跟院長在這邊應該知道 他就像是一個學術報告 到今年年初做的這個報告 也是這樣 一樣是對於財產不當的侵占 一個是國民黨侵占日產 國民黨侵占國產 國民黨侵占民產 我們的進度是怎麼快 其實也不快啦 但是相較於原住民族來講 原住民的實在是太慢了 實在是太慢 我們講最廉價的部分 道歉 從1995年以來 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總統 針對228道歉了多少次 我們在民間追求轉型正義的人 都認為這些道歉是非常廉價的 我們的轉型正義是非常不完整的 但是原住民族 我看我很擔心只剩下道歉 從來沒有等到道歉 但是現在8月1號有道歉 蔡總統除了道歉以外 現在我們的內閣 關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這個進度 非常的不清楚 而且我其實非常的擔心一件事情 我想要在這邊請教一下 關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它的設置 似乎在總統府會有一個委員會 但是實際執行的 是不是還是原民會 因為我們是看到報導 實際上執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 是不是還是原民會 未來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不是只有原民會要執行 報告剛剛委員提到的 鄭成功這個教材到底要不要繼續放 跟教育部有關係 那傳統禮異的部分是涉及到 內政部退府會國防部 所以在目前我們規劃中的轉型正義的這個部分 是包含已經現有的各行政機構來 落實原民的轉型正義 所以實際執行單位我要問的是 會不會是原民會 不是 只要涉及跟原民轉型有關 是各部會要一起推動 所以我期待的 我很擔心啦 現在都還沒有公佈 我很擔心八月一號 公佈在總統府有一個委員會 結果委員會的執行長 或是執行單位 原則上都是原民會 的這一些相關的局處首長 或是主委您 那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 原民會長期在政府機關 那就是被當成邊緣化的 主委你要怎麼去叫得動退府會 怎麼去叫得動國防部 所以我在這邊要請這個林權院長 一定要有院長的高度 來重視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這絕對不是原民會自己的事情 如果是原民會自己的事情 就絕對不會有進度了 就會跟過去幾屆的政府一樣 沒有人敢說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重要 但是實際的作為的結果就是不重要啦 所以我現在提這個真相與權力回復的不可分割 這更重要就是我們現在剛剛講 現在好像說是兩個在對比 好像是說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 跟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進行的對比進度差很多 可是事實上有很多是不可分割的地方 例如國民黨現在在使用的這些 有一些土地 就是原住民族本來的保留地 或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你跟他討來了以後 從國民黨的手上拿到中華民國的手上 對原住民族來講有差別嗎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個進度不能有差 當你從國民黨的手上拿到了 這個屬於原住民的這個土地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回復原住民族的權利 而不是從國民黨的手上 換到中華民國的手上 對原住民族來講 哪有什麼轉型正義 所以我希望我為什麼今天要強調這個 我希望在這邊院長跟主委可以承諾一件事情 第一個 8月1號以前 小英道歉的時候 行政院要有同步推出轉型正義 相關政策推動的進度表 關於原住民族的部分 這個可不可以承諾我 跟另外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在總統府成立那個 原住民轉型委員會之後呢 它的這個方向一定下來 只要行政部門能夠配合的部分 我們就來積極配合 也不會只限於只有原民會 我想院長能夠做的一定就要做了啦 不能等到那一個成立以後經過研究 要不然那一天就會只剩下道歉 我剛剛已經講過 連過去獨裁時期的道歉 都已經被認為很廉價 這一次的道歉 如果沒有搭配相關的政策出來 一定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我想相關就是一定會在那個 原住民的那個轉型正義委員會裡面 把這方向一旦確定了 要做的事情呢 包含了項目和內容 我們就快來處理 好 那第二個部分 我相信院長跟主委 一定也有參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工作 一定有跟總統府一起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希望未來的這個組織 委員會的組織 他不只要看得出來是 整個行政院長的成績以外 也應該要有民間參與原民運動NGO的參與 這一定要 不能只有我們自己關起門來做 一定要有民間長期在推動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NGO的參與 我希望你們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把這樣子的意見清楚地表達 好的 好 然後再來我要進入 我想要請問 以現在台灣的這個民主的這個框架 我們的這個環境 你認為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 更好的民主政治跟人權的環境 是的 我想這個也很難說不是 以現在來講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院長你知道Lustration Law嗎 對不起請問員指教 Lustration Law就是 限制過去加害者擔任相關職業的法案 我們台灣有的時候翻譯成為淨化 有的時候翻譯成為除夠 但是它的概念就是說 過去在獨裁時期 他曾經做過在政府機關司法單位 國營企業 學術教育 公營媒體擔任相關的要職的這些人 他在現在的民主時代 他不一定具備一樣的條件可以來擔任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翻譯 它的重點在為了保障民主自由 現在的這個環境提升它 所以我現在要看下一頁 這個是之前學界發起 應該要尋找林輝煌們的這個計畫 其實不是針對林輝煌先生本人 而是過去在美麗島時代打壓民主 或是在美麗島事件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 打壓民主 缺乏人權觀念的檢察官 現在有很多可能還在司法官訓練所 擔任要職 訓練台灣的法官 那這些人的子弟兵 威權時代的這些人 這子弟兵還在到處的法院判人生死 甚至於有些人後來當了政務官 那現在這些加害者不只是這樣的人 有威權黨政的高層 秘密警察 特務縣人職業學生 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現在這些人都還在 我們的國家機器裡面掌握權力 所以我要請問院長 你會不會認為要進行 這樣子的這個官僚人士的這個改革 是很重要的 這個Lustration Law 跟林委員報告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可能在未來的促轉條例裡面 可能要有相關的規定才行 時代力量 在促轉條例 參與促轉條例的修法過程 我們一定會堅持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來自最大的壓力恐怕會是政府 練習一起參與審議的政府官員 所以我在這邊要要求 我聽得出來院長 如果修法 能夠把這個Lustration Law的概念加進去 因為現在執政黨的版本並沒有 時代力量 在審議的過程 我們會強力要求 這是轉型正義非常重要的時刻 我們不能再漏洞漏西 我們要做就要有big picture Lustration Law是非常重要的轉型正義 四個程序的第四個程序 第四個重點 我們一定要做 所以我在這邊要請院長承諾 屆時你來練習的官員 必須要能夠 好 怎麼樣 台灣的一個官僚指控 官僚指示 就合理中我們 Facebook的概念 四位 你們也是要 好 嗯 好 嗯 好 嗯 好 謝謝 林昌佐委員 謝謝 林院長 好